9月1日,多位甘肃兰州网友称,凌晨一男生半裸闯入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女生宿舍。 该校女生称,对方闯入宿舍后,又唱又跳又砸门还辱骂楼管。 画面显示,该男子只身着内裤,半裸躺在宿舍楼道间。 西北师范大学工作人员称,事发在知行学院女生宿舍楼内,设施男生为校内学生,对方当时戏醉酒状态。 目前学校已关注到此情况,正在处理中。